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卦是人生的最底端 事物发展的最下面 低谷 天雷无望 我个人都发现 你把六四卦按照卦序 那古人孔子他们这个卦序他不是乱排的呀 虽然现在人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这个顺序 但是阳谣你向上45度 阴谣向下45度 你看乾坤 尊弘 薛颂诗 就这样下来 最下段就是这个我 那最上段是谁 大家想一想哪个话最好 火天大游 其实火天大游 他上端是一个像双峰的骆驼一样 中间还下来又上来 紧接着他是两个小高端 那这个天雷又旺 怎么最不行了呢 你看这个词 无望之灾呀 这两个意思 一个是稍微你有一点妄念 就有灾 一个是还没有妄念 他都出灾了 上面是天 下面是雷 天大雷皮呀 五雷红顶 你说怎么不是上面雷下面天 天上的雷打不到地上 没那么惨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过 说开始远横利争 一看就不懂了 怎么最好远横利争 什么都行啊 说你如果 没有 好的行为 有一点的疏漏就在 往前走是不利的 那么初九 说无望 忘急 一开始反而好 说我没有妄念 因为初遥他得正啊 我初心是好的 纯正的 那就好 往前走 继续走 一定好 第二 那又急 又告诉你有利于往前走 什么呢 你不工作 就有收获 你不用开花 就有那么一块肥沃的地 自然能长出来 装脚 吃 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就你不劳而获了 那怎么会呢 因为这个阴咬 得正位 下面 又成了一个 阳咬 就灵驾阳咬 本身是不对的 就你不劳而获 手术再做 一定是不行的 但是你运气好啊 你能享受啊 而且你上面 又不用衬夺一个什么阳咬 又是阴 那没你事做 又有人呼应你 你走这个时候 运气极好 那我忘了 也有好的事啊 那就 我没有忘年老天赏赐给我的 要不要呢 该要一要 但是你要注意 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临时的 好运而已 那六三就不行了 那我什么都不想 那有豪也有灾 那六三 它本来不当位 上面又要衬托阳 虽然有一个呼应 但是也很惨 因为大环境形成这种 最差的 一定是 这个要是最惨的 因为你去了外地 比如说 一头牛 我绑在这 我去上个厕所 回来就没了 被谁捡走了 当然是路人 那对外地人来说 人生地不熟 这就是在 最不好的 就死了 反而是 可行 因为它养有 那下面有阴衬托 我始终是 不要有妄念 这个就可行 九五呢 虽然遭了灾 但是我无心之过 以后会注意 那就好了嘛 那杀九到最后 当然我承受这个结果 我去上班